据环球时报消息,当地时间6月5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发布了有关美国波音公司星际客机飞船的最新报道。 美国东部时间2024年6月5日上午10时52分,星际客机飞船搭乘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的宇宙神五星运载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州顺利升空,将两名美国宇航员苏尼、威廉姆斯以及布奇·威尔默尔送往国际空间站,执行首次载人是非任务。 大约15分钟后,星际客机飞船按照计划在预定轨道与火箭分离,星际客机预计在太空飞行约25小时,将于6月6日中午12时15分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从整体规划于飞行时长来看,这并不是一次特别艰难的任务,但就在当天稍晚时分意外发生了。 消息同样来自CBS报道,当天晚些时候,星际客机飞船的推进系统突然被发现存在氦气泄漏迹象,这在之前的太空任务里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查,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仍然没能找到具体原因。 氦气是一种惰性气体,虽然它无毒且不易发生反应,但是在积攒过多时,依然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对人体产生危害。 例如,长时间吸入低浓度氦气可能会造成人体窒息,对肺部组织产生破坏。 不过好在星际客机飞船上的氦气泄漏尚且处于可控范围内,况且,氦气作为火箭液体燃料的压送剂和增压剂在这个时间点产生泄漏,其实并不影响飞船正常航行。 但经过NASA观测,推进系统的氦气泄漏仍然没有停止迹象,虽然少量的氦气泄漏不会影响飞船船航行,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氦气留存含量过少必定会引发安全事故。 为了保证星际客机飞船的航行任务万无一失,NASA决定让宇航员采取紧急措施制止氦气泄漏。 很快,两位宇航员以飞船上的部分零部件功能失效为代价,成功制止了飞船推进系统里的氦气继续泄漏。 直到6月7日,星际客机飞船成功与国际空间站对接的消息才终于传来,NASA的地面工作人员才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既然飞船和宇航员暂时安全,是时候彻查氦气泄漏的真正原因了,因为在运载火箭发射以前,地面监测人员其实就已经发现存在少量氦气泄漏的情况了,但现场指挥认为这属于正常现象,或者说可控因素并没有直接中止发射。 结果飞船上天之后,先后发生了5次氦气泄漏,甚至到最后NASA不得不下令对其强行制止,很明显,这属于设计上出现了问题。 这里要说明一下,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合资组件星际科技飞船是波音公司设计的,宇宙神五行运载火箭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的,这次排查出来的结果是波音公司的问题。 波音公司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航空航天制造公司之一,其用户遍布全球90多个国家,性能值得信赖,但近年来的安全事故却如同雨后春笋一般,一个接着一个,不禁让人怀疑波音公司内部是否出现了什么问题。 经过波音公司的一系列排查后,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问题出在飞船的阀门零件上,设计中这个零件的材料应该是钛合金,结果实际用的是铝合金,两种材料在使用场合上千差万别,铝合金根本无法满足飞船阀门零件所需的物理性质。 而这个零件的制造商来自于印度。 至于美国为什么会找到印度采购零件,原因还是来自于美国自身。 本来中国和俄罗斯的零件都能符合美国要求,但是由于美国坚持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所以波音公司无法采购俄罗斯的零件。 而美国国会又在2011年通过了沃尔夫条款,禁止NASY及其相关成员与中国同行进行接触,所以中国的零件波音公司也不能采购。 想来想去,波音公司只能将眼光投向了印度。 印度的承包商一看美国的大单子来了,真是不容易啊,就想着多正点,把原本的钛合金阀门零件换成了铝合金质,成本是省下来了,但星际客机飞船现在也下不来了。 原本飞船返回地球的日期正是6月18日,但现在仍然没有传来任何消息,波音公司如果知道会是这种结果,估计当初怎么样也不会将这个任务交给印度。